首先客观上说 人类对于自身的研究还在不断的深入中 有学者就认为 甲状腺切除术后 优甲乐的替代治疗 不可能完美的替代甲状腺的功能 就简单的说 甲状腺全切这个手术 对于身体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术后会出现永久性的甲碱 需要终身服药 甲状腺被切除了 身体缺少这个激素 只需要通过服用甲状腺激素这个药物 来使功能恢复正常 第二 术后需要定期复查 甲状腺术后 因为身体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 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需要定期复查 以实时调整这个药物的剂量 对于甲状腺癌手术患者 还需要复查甲状腺的采钞 以监测复发的情况 第三个 颈部疤痕 做手术就会有疤 难以避免 疤痕会给患者带来心理和生理上的负担 对于低微或者良性的甲状腺肿瘤 我们可以通过枪镜或者机器人的方式来切除 这样把切口挪到了口腔 做到了体表完全无痕 不过对于病情较重 手术范围较大的患者 还是只能采用传统的手术方法 过而疤痕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第四 甲状腺切除术后 还可能会出现声音嘶哑 甲状螃蟹功能减退等一系列并发症 但是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提高 这些并发症的发生率都会大大的减低 但是不会消失